杭州文二路农贸市场有新旧两个区域 之间有一条过道 这里有一个坡度不大的斜坡 斜坡下面有三个硬颈盖 其中两块是水泥板 一块的边缘是金属的 金属边缘比地面要突出一点 但应该不到一厘米 江阿易说 当时自己拎着菜从斜坡下来 估计就是被突出的这一点绊倒了 就是好心人过来了 帮我扶到边上坐下 还有一个女的好心人呢 因为我看不清她的女人 她戴了口罩 她就帮我到那个水产部 弄了个尼龙带 要了点碎冰 她说她是搞医务工作的 她说你先把她脚上扶着 钱阿姨今年已经69岁 这一交后果有点严重 病骨骨折 在省新华医院动了手术 住院六天 医疗费花了两万八 其中自费八千多 一年之后还得再动一次手术 原来就是这两回 但是边上交了一下 他们说以前有松动 具体有没有松动 因为天天大家都在这里走 我们这个市场每天进出 都一万多个人 确实也不是说 就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有时候可能会有一点松动 但是我们如果发现问题 也觉得及时会去整盖 事发时 钱阿姨家人用手机拍的照片显示 当时那两块水泥板印井盖 中间和边上是有缝隙的 钱阿姨说踩在上面会晃动 目前这两块水泥板的缝隙 已经用水泥填平了 此外 在金属边缘微微凸起的那块印井盖上 市场方面盖了一块地毯 钱阿姨的家人认为 改造前的印井盖存在安全隐患 这个要这个管安全的人来说 这是不是安全隐患 对吧 那事后你们能吗 想觉得 有没有安全隐患 首先大妈那天摔跤了 这是事实 但是摔跤的话 也不一定说是安全隐患 造成摔跤 我们在马路上 就我自己这个脚 就是在门口 我是2月10号 走路的时候就拐了一下就摔了 那天是下雨天 那你说我找谁去 发生以后呢 到现在就是市场没有很主动的 来跟我们联系过 连最起码的发生以后 伤情的情况都没有来了解过 没有来慰问一下 对 慰问我去过的 是我祖宗跟他们联系了以后 因为它当时发生的是星期五 星期六星期天领导都休息 星期一领导叫我代表市场领导 然后因为我本来是也是 所以工位置一块的 然后就是说让我来 就是去医院去慰问 我也买了慰问品鲜花什么 去慰问了 农贸市场的干主管介绍 市场买了公众责任险 钱阿姨第二次手术完毕后 可以拿着发票来走保险流程 如果到时候保险费用覆盖不了医疗费用 市场方面也会跟钱阿姨再进行协商 钱阿姨最后提了一个意见 认为老年人来买菜的很多 类似这种有斜坡的过道 最好进行一些适老化的改造 有一个稍微有个扶手 有的人老年人可能年纪比我 身体比我还要差的 我平时身体癌都可以的 我跑来跑去买菜 就经常到天天到这里来 我又不是说熟就不灵活 市场的干主管表示 会把钱阿姨的意见反馈上去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